妈妈妈妈妈妈我想吃鸡蛋 小风乖鸡蛋要攒着卖钱 给你上学交学费 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吃夜饼好不好 可是小风好久没吃鸡蛋了 平日里清汤寡水的 孩子也确实没营养 那妈妈去给你做蛋花糖水 好的好呀好呀 小风喜欢吃蛋花糖水 妈妈给你做 小风蛋花糖水来了 我要吃 疼疼 这就是你哥家 对不起啊小风 妈妈不是故意的 咱能不能不偷孩子 那不已经是我侄子了 看奶奶的 不卖这个孩子 你那十万块钱赌债 拿你自己命换呀 也是 就这穷家 孩子跟着他们就是受苦 没说是以后孩子会有好人家 那你还废话什么呀 你在这等着 妈妈进屋给你取药去 妈妈 妈妈 你听不懂 妈 我 妈 妈 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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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小风 小风 有人叫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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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小柏 还我的小柏 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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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了 小柏让人给偷走了 怪我怪我 你 小柏让人偷走了 你说你还有什么用 在家里看着孩子看丢楼 你有啥用 小柏 小柏 爸爸 爸爸 站住 站住 小柏 站住 小柏 小柏 站住 小柏 你 大哥 你看见我们家小蜂了吗 鬼花 你 你怎么了 你是谁啊 你看见我们家小蜂了吗 鬼花 你怎么了 桂花 小枫 我要找小枫 桂花 你怎么来啊 找小枫 操天哪 我做了什么年 你怎么退回啊 走 等一下 滚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喂 这孩子是你的吗 想死啊 没事没事大哥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不行 喂 别过来 再过来报警了 你给我等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孩子 孩子 你家在哪啊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 来 快去 来 老公 这些年咱们不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可是我就一直也没还上 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不如咱们先抱回去养两天 要是有人来找 咱们再还给人家 那好吧 大哥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 走开走开 没见过 大哥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 这是我家丢的孩子 不知道 没见过 是凭什么是福 小枫 你动作在哪里啊 李金山在家吗 你能帮我找小枫吗 找小枫 找小枫 我帮你找小枫 我帮你找小枫 李侯伟 怎么做着这种缺德的事 你还是不是人呢 你啊 我怎么不能干 我娶媳妇的钱 我都给你找孩子用了 到现在我还是光棍 老伟 你是会被天打雷劈的呀你 你孩子丢了 现在 我要给他老李家延续香火 怎么天打雷劈了 你想让老李家绝后吗 你给我让开 你这个畜生 我喝你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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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死你冰了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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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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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你放心 我李锦山长给你 就是拼了命 还一定给你找到晓风 老式月饼三块 免费蛋花糖水 麻烦你看见了 告诉我一声 这是我们家丢的孩子 谢谢 老式月饼三块 可过在阳光晓风 免费蛋花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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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三个烤银 老式月饼三块 小鹏 妈妈 小鹏 小鹏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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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别打他 别打他 不是咱们家小鹏啊 什么呀这是 他精神上有问题 实在对不起啊 疯子你不看好了 你让他满街团跑 大家会多来看看啊 这俩人当街抢我家孩子 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了 我求求你了 别报警 其实我们家也是丢了孩子的 要不你打我一顿 打到你消息为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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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神经病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 老公 老公快点 烧得太厉害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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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马上就到了 小枫 小枫 别拉你快点 桂花 桂花 小枫 是小枫 别乱跑了 别再乱跑了 那不是咱们的小枫 你快过来 是小枫 是小枫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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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继续找咱们孩子 病人终于醒了 你们聊聊吧 有什么话 该说就说吧 小枫 妈 您别担心 你一定会好下来的 妈 妈妈要走了 有些事情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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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付给你 你怕的病 不能再多了 必须得出国 既知了 还有 安俊 虽然 做了 很多 做事 你 一定要 帮帮的 不要 放弃 他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我一定会照顾好爸的 也一定会照顾好安俊的 妈 没拜托你 二十年了 时间 过得 好快 妈 灵子 妈 灵子 妈 灵子 妈 妈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这个农村旅游改造计划 我想让你做好点 也算是 完成了我和你妈的心愿 这是哪 都喊一家村 妈妈 我要去大花糖水 好 小冯 爸 你太偏心了吧 集团大大小小事 你交给一外人 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 安俊 你小点事 爸需要休息 那是我爸 爸 我妈死了 我是你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亲生儿子 集团早晚就需要交到我手里的 别说你妈 你妈去世的时候 你在哪花天酒地呢 你可看你做的那些仇事 要不是你哥哥护着你 你不知道进去其次了 集团要是交到你的手里 早毁了 等你有能力的那天 再来找我谈 爸 你先别动气 我想 安排安俊去集团学习 安氏集团本身就是我们安家的 秘团老姐用你安排 爸 你根本说是不信任我 把整个集团就给一个外人走扣 他到时偷了家 你就后悔去吧你 还有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着 你一直在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 等到时候找到 你还会对我们安家效力吗 你到时候不得把我们安氏集团站为己有啊 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的阴谋别想得逞 你个混账 那是你哥 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呢 你还袒护他是吧 那咱们就走着看 看看到底谁才是安氏集团的合法继承人 你给我等着 你弟弟这个性格啊 都是我和你妈 把他惯坏了 妈 您别这么说 安氏也是我弟弟 我也有责任 安氏集团 守护好你妈 一辈子的心血 守护好他 爸求你了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守护好安氏集团 守护好安氏集团 守护好安氏 妈妈 我要喝蛋瓜糖水 好 妈妈给你过 我给你 为什么我的感觉那么强 妈妈 来 疼 蛋花糖水来了 那是我的家吗 希望这次不再是世宝 你个死穴子怎么又来了 滚滚滚滚 你交钱了吗 哎呀龙哥 那个小盘买卖 挣点钱呢 都找儿子了 要不我们 加两块 月饼尝尝吧 没钱 你找什么孩子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想在这儿摆摊 必须给我交两千块钱 少一分都不行 但是这个月的生意啊 真的不好 你个穷鬼 没钱是吧 给我砸 别砸呀 我找儿子就靠他了 砸了我的摊子 就是要了我的摊子 去你了 今天找孩子找孩子 烦不烦 现在周围林区看见 你们都得绕道走 赶紧滚 你们给我住手 光天化日 你们敢这么大人 有没有王法 大叔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小伙子 谢谢 你们是为了守孩子 是 多二十年了 我们一直在找 妈妈 我要喝大花糖水 总裁你怎么了 总裁 总裁 小伙子 你怎么了 有点低血糖 你等一下 快 把他喝了 淡花糖水 喝完了就好了 大口喝 再吃块月饼 就好了 那妈妈 去给你做淡花糖水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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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好好等妈妈 儿子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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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花 不好意思 她是我老婆 自从孩子丢了之后 她 心神上 就出了问题 今天 谢谢你啊 小伙子 我们得走了 快中秋节了 我们要回家了 走 谢谢你的淡花糖水 总裁 有没有感觉他们像 您一直寻找的父母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我要到达他们的亲死 鉴定报告 是 我的心 怎么那么痛 他们好像 好像 可是这些年 我认错太多次了 每一次 不仅仅让自己受伤 更是让一直在找孩子的父母 深深深湿 小枫 回来了吗 又是中秋节了 小枫啊 爸爸妈妈 找你二十年了 你到底在哪里啊 小小枫啊 小枫啊 小枫啊 桂花啊 村里啊 要拆迁了 那你放心 小枫 小枫没回来 我是不会让他们 拆房子的 不能拆啊 小枫 回来找不到 不拆 不拆 请什么不拆啊 红尾 村长 你们怎么来了 从今天开始 这房子 不是你们的了 我 从今天开始啊 这房子 不是你们的了 村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房子 是祖师留给 我妈李家的 你咋说不是 就不是呢 什么什么意思 很简单 我干爹 要收回你们的房子 干爹 我呀 你怎么能让 万人当干爹呀 你少管我的事 自从你哥伤我那天起 我就跟你恩断一绝了 你 孙子要改革建设 你们家的宅西地啊 也在计划范围内 所以作为村长 我要收回你们的房子 那不行 我不能卖 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再快点 他是不是知道 有人要投资改建 他这块地皮 是补偿力最高的 所以不卖了 干爹你放心 这个消息呢 是从安氏集团 东海分公司 常总工那知道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 绝对没卖船 在这说了这么多年 他俩就知道找孩子 这事他知道个屁 恩子要建设 是每个村民的事 你们家 从来没有为村子 做过一点贡献 现在难道要拖 整个村民福利的后腿吗 我知道 我没本事 可是 这跟村子建设 拆房子有啥关系啊 招收你家的房子 是为了村民谋福利 你横挡树的 怎么 你是不想让村民 过着好日子吗 不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弟弟同意了 这么多村民看着呢 小弟 你到底卖还是不卖 你们家房子都破成这样了 卖了再换个大的 你们傻不傻呀 他就是看人家真想买了 就是故意拿一把 想卖个高价 是吧 嗯 对呀 哟 这么缺德呢 怪不得孩子都丢了 村长 你不能因为村子建设 就非要拆我们家房子呀 就是说 你想让村民们都受苦 就不拆房子了 村长 二十年了 这是我们家小枫 留下的唯一年限 我和桂花 还要等着小枫回来 你们就别再逼我们了 谁逼你了 你知道小枫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回来吗 这孩子被偷的 哪个有好下场的 他早死外边的 你胡说 我们家小枫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你冲我们来干什么呀 又不是我们偷了你孩子 你要是觉得我们说的是假的 有本事把你孩子找着了 找不着 那他就是死了 你孩子找这么多年 都没找回来 你不能因为找孩子 影响了大家的福利呀 这个家 我绝不拆 李吉善 你反了天了 你知不知道 你阻碍拆心 就是犯法 对 他这是犯罪 把他抓起来 李宏伟 你还要不要不担款了 死去呢 你就别怪我这个当地里的心狠了 鲁匆 你们干什么 退你的吧 你可以人穷 但是不能堵住我发财 你们不说不能拆吗 我就让你们看看 我今天能不能拆 把房东给我推了 喂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们跪下了 以前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不能拆呀 拆了我们家 小枫就找不到家了 我求求你们了 金山 你只想你的小家 不能因为小家 影响了大家 金山 你点事啊 我懂 我懂 可是我连小家都保护不了 我怎么对得起鬼话 对得起小枫啊 你还是不懂啊 你只想了你自己 金山 这样你就不要怪我们了 宏伟啊 干爹 继续强拆吧 别弄出人命啊 知道了 干爹 给我拆了 要拆 那就先拆了我 金山 这不是你都给我的 我 你儿子呀 在哪儿啊 爸爸妈妈找了你二十年了 真的找不到你啊 鬼花 走啊 快走 继续活着 还有希望找到小枫 快走啊 这是表明 鬼花 给我住手 阿姨 这是我记忆里的那面桥 小枫 丹花桃水来了 来 怎么这么想 难道这就是我的家 小枫 你是我的儿子小枫 儿子 我是妈妈 我是妈妈 宏伟 这什么情况 没事干爹 这个臭娘们 现在还四处找儿子呢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折腾出什么事来 小枫 我是妈妈 我是妈妈 小枫 妈妈 给你做 带话逃学 给妈妈去做 带话逃学 鬼花 你又在胡说什么呀 小枫 我们的小枫回来了 真是不要你 看着人家开着豪车 就想上去攀关系 也不看看 你们是什么穷样 就是 你们家穷的叮当响 咋会有人家这种儿子 你们配吗 哎呀 反正他们这么多年 在外边找孩子习惯了 谁他都敢攀亲戚 大不了 装疯卖傻呗 小枫 上次头 妈妈没穿 妈妈做带话逃水 妈妈一起做带话逃水 鬼花 他是上次帮我们的大老板 不是我们家小枫 他是小枫 是小枫 他是小枫 你看 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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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小枫 是小枫 他是我们的小枫 小枫 小枫 妈妈给你做带话逃水 妈妈给你做 小枫 我们去做带话逃水好不好 带话 手 烫着 烫坏了 妈妈错了 他真的是小枫 难道 你就是 我们家小枫 大叔 虽然他们可能真的是我的父母 但毕竟是关重大 还有养父母的安静 养父的重头 没事 一会就到医院了 你快点 一定要记住答应爸爸的话 守护好暗示集团 秦美中 那个签字签点摸高 什么时候的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 每次都给我一点希望 然后就消灭 小枫啊 你在哪里啊 李金山 我看你趁早认命吧 你儿子早就死了 这辈子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儿子 好歹也叫你一声书 你怎么能这么找他 我一定 会找到我儿子的 阿姨啊 他们是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找不到儿子 那呀 还哪有理由 爸爸的认有钱人当儿子呀 可不是吗 这么多年了 看见有钱人呢 就认人家当儿子 我怎么就没想到 丢了孩子 还能这么大 我李金山 从来就不是你们相信了那样 大叔 我相信他 您的儿子 一定会回来的 小枫要是在的话 也应该 和你一样 当多好的孩子呀 小枫啊 小枫啊 上次没吹 妈妈帮小枫吹吹 烫到这只手了 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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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给你吹 妈妈给你吹吹 妈妈给你吹 小枫行不行 妈妈给你吹啊 妈妈给你吹 妈妈给小枫吹 你够了 别再废话了 你们怎么认亲 不干我们的事 今天 我们就要办 全村最大的事 把这房子给我拆了 我告诉你 今天有我在 没有人能拆这个房子 告诉你们 今天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拆这个房子 你跟谁说话呢 啊 你在我们李家村 民事找了个穷爹妈 就以为你是李家人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最好 我滚得远远的 这 不是你说话的地 我是谁 你待会就知道了 你倒是先说说 凭什么 无缘无故 拆别人的房子 小伙子 我们合情合法的拆迁 这是我们李家村的大事 你最好不要管 我们李家村的事情 轮不到你管 有人投资我们村 让我们住大房子 赚大钱呢 就是 你这房子不拆 我们大家伙怎么赚钱啊 难不成 让我们大家 跟着你一块饿死啊 再说了 他们家儿子 都丢失了二十年了 压根儿就找不回来了 就他们还在这拖着 根本就是想拖我们后腿 就是 村长 要不别拆他们家了 他们怪可怜的 你看那话是 他们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 闭嘴 就你好心 这房子不拆 你给村民分钱的 啊 朕倒给我滚出来家村 别在这儿暗言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要是不走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小伙子 我知道 你是为我们家侯 但你千万 不能跟他们对着干呀 没有侯果子吃的 我自己家的事情 我来 你不要被牵连了 听听 你听听你听听 连他都这样说 你还不赶紧跟老子滚 今天这事我滚定了 我就是负责 李家村改造项目的 安氏集团总裁 我就是负责 李家村改造项目的 安氏集团总裁 什么 你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这位正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安丰先生 同时也是负责 李家村乡村旅游项目的负责人 安总是吧 您来李家村 怎么也不提前打招呼呢 等会儿 干爹 别让这小子给骗了 啥意思啊 我们明明收到的信息 是李家村要改建城 娱乐城 怎么还乡村旅游啊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对呀 你想想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鸟不拉舍的地方 谁来旅游啊 差点被这小子给骗了 我来我来 你说你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你就是了呀 你骗倒了别人 骗不了我 信不信是你们的事 我没有义务跟你们证明我的身份 干爹 我把这小子给识破了 他根本证明不了他的身份 所以他才说这样的话 我仍是个骗子 来到咱们李家村 还指不定干啥呢 千万别弄出误会 你小事大 干爹 别担心 就这种小鞭三的伎俩 根本忙不过我 以为开个好车 来到咱们李家村就能骗钱啊 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他根本不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好 那你到处说说 你有什么证据啊 怎么 他也怕自己假冒身份穿帮了 红尾 你有什么证据 这样出来给我们大伙儿听听 怎么 因为我知道这安氏集团的总裁是个老头 就他这么年轻 他根本不可能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那是我父亲 安锦山 吵在我面前吹牛了啊 你就连这个穷爹都忍不住想认一下 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货子 还安锦山的儿子呢 笑死我了多 要我说呀 这穷鬼也是你爸 不好也是你爸 你这是四处认罢呀 真不要脸 孩子 你抱叔叔的心啊 叔叔领了 可是现在 不是逞强的时候 你还是赶紧走吧 真是有眼无珠 我最后跟你们说一遍 我没有义务跟你们证明我的身份 但是你们逃不过应有的惩罚 你少笑唬人 你敢到我们李家村来招摇撞骗 今天你爷爷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怎么 听你这意思 你是想跟我动手 动手怎么着 你记住了 这是李家村 这村最大的 就是我的村长干爹 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 把你打的 以后听见李家村的名字 就朗朗尿 你有我在 你们不许动手 这个死瘸子冲下来 谁让你出头了 想出什么头 你的事 你一会儿 我得找你好好算清楚 滚 你是不是想活的时间太长了 再也不跟我先弄死你 宏伟 这个孩子是为了我 才受了牵连 你要什么事情冲我来 不要碰他 你 大叔 放心 他们不敢动我 你不知道他们 他们说得出来 就做得出来 下手可黑了 你还是走吧 我没事 你还说我手黑 你是不是忘了你对我做的事情 说到这个事 我他们现在弄死你的心都有 好 别人叫你去大叔 你就替人家出风头是吧 好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后悔 陈美主 那个负责李家村项目的人 什么时候到 三分钟不到 直接让他面值 都别动 想打电话叫人是吧 完了 李洪伟是吧 我劝你最好别冲动 如果我们总裁受到任何伤害 我会让你们全村都后悔 什么的 你还要挟我们全村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知道知道我的规律 你可以不相信我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但是你敢拿李家村的未来做赌注吗 村长 还是别冲动 万一他真的是安氏总裁呢 还是先弄清楚吧 你傻不傻呀你 还要真是安氏集团总裁 能跑到咱们这个穷地方来溜达 没脑子 我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谁打的电话 归什么归 大过节的 你们不团人吗 这么长 走高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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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情况 为这么多人 那么您带着工程队 还要公孙改造 我们要拆这房子 这死缺的他不干 为什么不干 咋的 先钱少 不是先钱少 是二十年前 我儿子丢了 这是我儿子画的画 这我要留着 万一我儿子回来 你少给我扯淡 你看谁家用城上的画找儿子的 就是 我看他呀 就是想多要钱 你死琼鬼 就是 就是 我看就是想多要钱 真不要脸 听听 你们听听 李家村改造 那是全村的事 不能因为你一家 让全村跟着授求 你这太自私了 你们 别以为我们安氏集团 改造你们李家村 占多么大的便宜 我们投那么多的钱 来你们村改造 不就是希望你们 早日付起来吗 我们把工程队 拉到你们村里 你们还拖后腿 怎么就这么不理解 我们的一片苦心呢 就是这死瘸子在添乱 要不然早开工了 行了 别那么废话 再废话就别那么干了 你们李家村 就穷一辈子吧 黑哥 等等 今天谁敢动这个房子 就是跟我过不去 你他妈谁呀 敢这么跟我说话 他跟我们说呀 他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程总工 你肯定见过总裁呀 赶紧揭穿他 认为安氏集团 东海分公司的总工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总裁 就是就是 刚才啊 正要跟总裁 一起吃团圆饭 顺便开一个核心战略会议 你小子算哪根总 敢冒充总裁 这位可是安氏集团 东海分公司的负责人 常总工 他在安氏集团 那也是大会儿 你想在他面前 招摇撞骗 今天你算是碰上他的了 我是总裁助理 我姓秦 刚才是我打电话 从这份公司 让你过来的 小姑娘长得倒是不错啊 可我在集团 没见过你 在哪工作 要不跟哥混 哥提拔提拔你 以你在公司的职位 根本没有资格碰到我 要不是这次需要 我想我们这辈子 也没有机会见面 嘿嘿 你们装得挺像 那么回事啊 告诉你 集团的安居 那是我的老大 知道吗 想糊弄我 你们别做梦了 还等什么呢 再不开工 我扣你钱了 开工 等等 我让你开工 敢打不你找死 我今天到时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死 What 常有才是吧 这位是安氏集团总裁安峰 在你动手之前 我劝你三思后行 否则 这一冲动 你将会葬送你所有的钱场 安峰 该不会是安家 捡回来的那个野种 小峰 你是安峰又怎么样 是 论时未我不敢得罪你 但是我的后台 可是安静少 长总公 用不用我今天教训他一转 等等 诸位 这儿有个人 他说他叫安峰 您 您快到了 我这就出来迎你 你们就等着找死 等着死吧 是谁欺负了我的狗啊 主人 这位他 我当是谁 这不是我们安家捡回来的野种呢 安峰 原来这一切是你搞的鬼 你现在知道 也不算晚了 我才是董事长的亲生 集团的项目怎么搞的 我说了 强制暴力拆迁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随意更改集团的项目规划 这就是你的手笔 你要阻止我 不论是李家村的改造项目 还是集团的控制权 只要你在 都懂 安峰啊 你不过就是我们安家养的一条狗 那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这个弟弟心很少了 现在 把这个野种给我弄死在这里 你们认识安市集团的总裁印章吗 你们认识安市集团的总裁印章吗 安峰 爸爸现在还在海外治疗 你确定 今天就要谋权篡位吗 爸爸 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只要把集团总裁印章给了他 安峰 你不过是我妈家捡回来的野种 你有什么资格跟这儿继承集团总裁 我是按照咱爸的吩咐 精英和管理安市集团 和我是什么身份 没有一点关系 你的所有都是巴结我爸来的 你少在那自以为是 你不过跟我一样 只是安家的一条狗而已 只要有安峰少爷在 随时弄死你 你已经验证了我的身份 我是不是安市集团的总裁 大点声 你是安市集团的总裁 既然如此 你就带着你的工程队滚出去 你是总裁又怎么样 我只听董事长亲生儿子 安峰少爷的 凭什么支持我 我是安市集团的总裁 你只需要听我的吩咐 你根本屁都不懂 改造娱乐城 那是给安市集团大规模创兽 你那个什么 新的旅游项目 光砸钱 哪来的收入 要我说 安市集团就应该听安峰少爷的 只有他 才能给集团抓到福利 安市集团的技术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立刻带着你的工程队滚出李家村 别拿老爷子来压我 如果你想要改造李家村 那你就自己拿钱 别拿我们安家的钱 你敢吗 就是安峰少爷 你作为安市集团的唯一亲生儿子 你也来出面管管这个事 你看这个野种在你面前药物养味 安峰 看到了吧 连我的狗啊 都找不及你 就是狗 让它滚出我的世界 金助理 立刻通知公司 撤销常友才的一切之后 让他从集团给我滚蛋 安市集团 你可得帮帮我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 总裁 事情已经办错了 常友才已经与我们集团 没有半点关系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他现在才是总裁 但是 如果你今天 把他弄死在这 我保证你下半辈子一食无忧 好 你帮我往死里逼 趁着俩新建子 村长 李洪梅来找人 给我弄死的 我去拿我的小枫 小枫 让妈妈探索 小枫 安索 二十年轻 那方 接下来我就明正严顺的 给我滚蛋 这老两口 只是这儿的住户 那他 为什么说是你妈呀 这老两口 丢孩子丢了很多年了 这个阿姨 因为很伤心 所以精神上出了问题 所以 误认了 误认了 我看不一定了 他的儿子叫小枫 你叫安峰 你准 他俩还真是你的亲爹亲妈呢 还是说 你嫌他俩穷 毕竟 我们安家这么有钱 你赖在我们安家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至少 还能当一条狗 你说是吧 安峰 我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 他是你的亲爹亲妈 对不起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 如果我现在就认你们 全村乃至全县的 有项目就毁了 我不能为了你们的小架 毁了大家的未来幸福 对不起 在得到缺险的证据之前 我还不能忍 证据 我要是有证据证明 他们就是你的亲爹亲妈 你还会嘴硬不认吗 什么证据啊 这幅画就是证据 记不记得 这可是你从小教我话的话呀 这就是证据 你不觉得眼熟 就像你小时候 教我话的话一样 哥哥 你画的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家 我也想画 那哥哥来教你 首先先画一个房子 然后再放上红色的屋顶 再画上金黄色的玉米 最后画上爸爸妈妈 他们吃月饼 好了 哥哥 哥哥 为什么没有俊据 那就把俊据也画上 嗯 郑君一直摆在这儿 你还不打算吃 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难道 这次贵王没认错 他真的是我们家小枫 我不是 我不是你们的儿子 我不是你们的儿子 就这什么人不想认呢 好好好 安峰 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既然这么绝起 连自己亲爹亲妈你都不认 你这样 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小孩子画的画都大差不差 这也不能作为证据 还真有这样的 为了点钱 自己爹妈都不认 咱不了解情况 说不定人家真的不是李金山的儿子呢 人家安峰少爷都确认了 那还能有假 再说了 DNA检测都没做 就确认那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什么呀 这就是嫌疲爱妇 不要脸 不是吧 肯定是嫌他们老娘口求 听听听听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再说了 你以为这个事情你不承认 这个事就过去了吗 你考虑过你亲生父母的感受 大叔啊 他又不认你 你可以认他呀 你丢了这么多年的儿子 难道 你不想找回来了吗 我找我儿子 找了画室多年 我儿的样子 在我脑袋里 从来没模糊过 他 根本 就不是我儿子 他可是你走了二十年的儿子 孩子 不管你是不是小枫 你刚才说的话让我知道 你不认我一定有你的苦衷 我理解你 这么多年 我这个当爸的没给你带来什么 现在能做就是不给你添乱 只要你好 比啥都强 谁是我儿子 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 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 叫了二十年 我和桂花 你找了呀 以后 我们再也不找了 桂花 走 请我 不 小枫 他真的是小枫 真的 桂花啊 你怎么从轿认识小枫啊 有大事情要做 怎么会是我们的儿子呀 你乱认什么呀 赶紧给我进屋 他 他杀 他杀 你连他杀都记得 这下我刚刚肯定 我当了你二十多年的弟弟 我必须得承认之美啊 我得让你 应见对亲生父母 他要干什么 干什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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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你就知道 你还不成任 我可不敢保证他呀 他不受什么苦啊 你怎么能生气无辜的 无辜 他们家 拦着不让施工 妨碍着李家村的改建 我 早就想收拾他们家了 这包子 你们可以拆 但你们不能伤害桂花啊 现在才让拆 晚了 今天不让你们长长叫 我常有才白活一世 给我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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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们 我能搞就啥事啊 安芳 这不是你亲爹亲吗 你管着我 就算是陌生人 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他们 这是人家村子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 他脸像不像条狗啊 那你说 他们的儿子 像什么呢 应该也是条狗吧 我劝你 还是赶紧认了 这要是我爹我妈 我可受不了 小伙子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和你没关系 赶紧走啊 你们给我住手 也按时则传总裁的身份 灭了你们住手 否则别怪我车子 停止你们你家村的开放 安君 差不多得了 我已经跟你说了 这老两个 我只是认错了儿子 为什么要难为他们呢 他俩是不是你的千双奉 你比我清楚 行 你可以今天不让 我已经联系好了电视台 到时候 我让全国人民一起见着 你们父子相认 安君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要这么犯事 到时候当着全国人民命 你继续不承认 我自会把安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双手奉承 而且还会承认 你是我的亲大哥 因为 你的心呢 比我狠 谢谢你帮我们说话 这房子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愿意拆 我们没意见 有我在 这房子拆不了 好久没有喝淡花糖水了 你能帮我撑一碗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有多少爱我 只能摇摇 想你 就像你 慢慢喂 小伙子 你放心 他们说的那个节目 一会儿 我和桂花儿 我和桂花儿都不会去的 从今以后 我们也不会再找儿子了 相信我儿子 在外面 肯定会过得很好 我和你阿姨 就可以安心 好好地过日子了 谁知道 桂花儿 走 进屋 桂花儿 她不是咱们家的小峰 她是干大事的人 她要是咱们家小峰啊 那只能是普通农民 这一辈子呀 咱们为她做过啥 这个时候 可不能拖后腿呀 听话 赶紧进屋 进屋 爸 妈 是小峰不孝 不是小峰不想认你们 只是 你们是生果之恩 我养父却是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 辜负她对我的恩情 更不能看着安眷 把整个项目毁掉 求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以小峰的身份回来 跟你们相认的 节目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只不过 李金山拒绝参加节目组 李金山放弃 那就从他那个风老婆身上下手 还是安眷少爷够 安峰 我看到你 你扛得有多气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准备好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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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不留意 你怎么跟着跑到这儿来了 肯定给我回家 他们 他们帮忙找小峰了 找小峰 找什么小峰啊 给我回家 我不走 我要找小峰 他 不能走 他为什么不能走 他已经在我们节目合同上按了手印 叫他走了 那我们就按违约处理 你们将赔付高的赔偿金 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 他签的合同不能做数 他精神上有问题 跟我回家 小峰 快找小峰 他精神有问题 你精神不是没问题吗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来参加吧 回家 找小峰 你个老我不死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爱的什么心思 今天那天你没承认 他是你儿子 今天就当着全国的面 有种继续不承认 他不是我们家小峰 我自然不会认 我今天说过的话 那才我说过 即便当着镜头 我还是这么说 而且以后 我们不会找孩子了 找小峰 你之前 别为找孩子 才阻碍李家村的改造 今天 你敢当着镜头 便说不着了 我就把你盗上发情 说你恶意阻碍李家村改造 我看你怎么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 等着你回家节目 今天 我们邀请到了 李家村的一对夫妻 他们在二十年前 丢失了亲生儿子李峰 二十年过去了 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今天 能否寻找回丢失的儿子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两位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李家村的一个农民 我叫李金山 他是我媳妇 张桂花 二十年前 我们家小峰 在院子里玩 被人贩子偷跑了 小峰 小峰 有人叫孩子 我媳妇 我媳妇 因为责怪自己 人也变得吃傻了 大哥 你看见我们家小峰了吗 桂花 你怎么了 你是谁啊 我们就到处找孩子 可是全国这么大 找孩子 就像大孩捞针 大部分都没有任何消息 偶尔有消息 到头来 也都是空欢喜 我媳妇 心里装的 都是对孩子的愧疚 她看谁都像是 我们家小峰 我只能告诉她 那不是 可每次说出这句话 我比她还希望 那就是我们的小峰 该有多好 这二十年的每一天 我们心里 都空牢牢 我们就盼着有一天 我们家小峰 能出现在我们面前 聊了这么多 我们也能对 李金山这位父亲的心情 有所了解 我们节目组 知道了以后呢 经历了艰难寻找 接下来 就到了我们 最紧张的时刻了 我们有幸找到 一位神秘嘉宾 他是不是两位老人 丢失二十年的儿子呢 让我们一起 拭目以待 我们一起倒计时 三 二 一 有请 小峰 你 你怎么来了 她是小峰 我的小峰 我听说你们来了 我怕他们为难你们 所以我肯定是要来的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亲爱到你们 我刚听到张桂花女士说 你是她的小峰 你就是他们丢失二十年的儿子吗 不是 她不是 她不是我们的儿子 她是我的儿子 我是妈妈 我是妈妈 小峰 我是妈妈 可是张桂花女士 似乎很肯定 这位先生 就是她的儿子呀 放手 放手 她不是我们的小峰 别再胡闹了 她真是小峰 不 她是我的小峰 小峰 妈妈不松手 你该放手了 不 我们家小峰 不回来了 她是小峰 小峰 以后 我陪你 我们走吧 你确定 她不是你们的儿子小峰 我确定 她不是我们的小峰 她 不是我们的儿子 但是小峰 但是小峰 撒谎 为什么你家这幅画 跟安风小时候 在我家画的一模一样 怎么 都到这个时候 还不打算承认自己的身份 到底想怎么样 我的好哥哥呀 我用心良苦 我帮你寻找十三多年的亲生父母 看 他俩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还不赶快当着观众的面 上演出苦情大戏 我都说了已经很多次了 我叫安风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让你滚出安家 怎么 想赖在我 想分钱是吗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爸给了你心 代表不了你真的就是安家 安隽 你知道你这么做 会对安氏集团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这么做 会把事情弄到无法收拾的结局 你到底什么东西 我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 我才是安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你算个屁啊 安风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 当着全国观众所有人的面 这对亲生父母 你到底认还是不认 怎么 真的是为了钱 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认了 所有人快看看呢 这就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对 他这种不配为人 小孩子话的话 都大差不差 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判断出结局 安风 我会让你彻底的无焉异度 我不管 你们在那说什么 我也不管这话 是从哪来的 总之 他不是我儿子 我们家 就是普通的农民 跟你们这些有钱人 大不少关系 你个老不死 别又不认了你怎么想 你口口声声说 失去二十多年的儿子 现在儿子站在你面前了 你都不认了是吧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 想要钱 好 我给你 我给你两百万 我李金山 虽然没有钱 但我行的正 做的值 是 就是 不是 就不是 好 五百万 只要你今天承认他 我给你五百万 这五百万 够你们一辈子花的了 孩子 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也知道 你有你的考虑和难处 我理解你 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你也别再逼我们了 我不会让你的目的达到的 韩俊 够了 你能不能不再把这两个 无辜的老人牵扯进来 那你给我滚一点 只要你滚了 咱俩这辈子永不向前 韩俊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曾经关系那么好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哪都对不起我 你把我妈所有呆 都给抢走了 包括现在爸 他也向着你 骗什么 你知道你现在这么做 会对安氏集团 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别想让安氏集团威胁我 就算今天 安氏集团毁在我手里 我也不会跟你一起 分享安氏集团 今天 我就要把你赶出安政 安氏集团是爸妈一生的心血 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利 而毁了他 难道 不愧对爸妈吗 别叫爸妈 那是我爸我妈 你不愧就 你自己亲爹亲妈在这儿了 你不认 先偏爱父是吧 你是嫌弃他们是农村人是吧 跟我满嘴的人意道 你装什么大一巴狼啊你 什么 又要跟我说 你跟他们没关系 安氏 你敢不敢 打着全国人的面 前口成人 他们不是你的亲人父母 你敢吗你 你别碰我儿子 你干嘛 你快点走开 别老了 他不是咱的小枫啊 他是 他是小枫 你看他就是小枫 他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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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这样对他 傻子怎么了 只有傻子才可以说实话 傻子的话能信吗 他这天 四处乱认儿子 可他作为妈妈 却认识自己亲生儿子的 伤 这个节目我们不录了 这个孩子我们也不找了 小峰 小峰 走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不是咱们家小峰 不是咱们家小峰 走啊 小峰跟爸走 谁都不能走 把DNA比对结果传过来 你猜你跟他俩的 DNA比对结果 是什么 答案 马上解消 你猜你跟他俩的 DNA比对结果是什么 答案 马上解消 什么 你做了DNA比对 没错 这下 你和你这个穷鬼老天 不能再否认了吧 等一会儿结果传过来 我就会把它放在屏幕上 让全国所有的观众 都能看到这个结果 韩隽 你不能这么做 太怕了 太怕了 你越害怕 我越要这么做 我就是要当着全国人的面 揭穿你 你会后悔的 后悔 如果我真的把你放了 我才叫后悔 来 把结果放到屏幕上 绝对不能放 我们节目 有权让观众知道一切真相 更何况 这还是安俊少爷允许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播放 没 阿总 我再跟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一下 承认他俩是你的全生费 我就让他 不顾问这个情况 啊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三 二 一 都给我住手 四 都给我动手 爸 你不是出国治疗了吗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混账东西 我要是不回来 你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 爸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就是因为交给了你 才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啊 安峰 你少跟这装好些 你不就看上我们安家的钱了吗 谁在这假模假样的关心我爸 混账东西 不许你这么说你哥哥 哥 你跟我妈孙过哥吗 我才是你们的亲上儿子 他就是你们讲坏了的野党 对 证据 证据都在我手机里 等结果一出来 就知道谁才是他的亲爹亲妈 爸 你要不要一起看一看 哦对 爸 你身体不好 这样 我让他把结果直接往他屏幕上 你跟全国观众啊 一起看 爸 这是 我宁愿 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爸 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从小你就跟你哥哥争虫 直到现在 你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 我和你妈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孽子 他到你哪里好啊 你们组组看不上我 就凭你这句话 就知道你有多么差 你总是看不到人家的好处 他好 小小哥们狗一样爬在你这边巴结你 哥就是好 要是没有你哥哥 就没有我们安家呀 你也不知道 能不能长得这么大 他说个什么东西啊 他能去见什么安家的安慰 在你出生不久 你妈妈他就得了肿病 是你的哥哥 只要照顾你 也要照顾你妈妈 我才能够安心地工作 才能够保住我们的安氏集团呢 我的身体不好 你哥哥 他长大后就帮助我 一起照顾安氏集团 只是你 每天上蹿下跳 脑子里一心想的是 怎么去表现你自己 要是把安氏集团真的交在你的手里啊 早就回了 你们究竟看不上我 好 我今天就证明自己 我才是安氏集团的继承人 唯一继承人 走步 我定义结果 给我放到大灰木桑 不 走 走一走 爸 爸 您好点了吗 好点了 赵灵啊 你睁开眼看看 没想到 你拼了自己的命 为我生的这个儿子 竟然是个孽子 他只是要把我们安氏集团回来呀 这让我死了之后 怎么有力去见你 爸 爸 您别这么说 你安心出国治病 一定能治好的 给安君一点时间 他一定能明白的 安峰 你少在这儿装好些 你现在手握着安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你巴不得我爸早死呢 他没了 你就能控制安氏集团 我告诉你 安氏集团的东西 我早晚会躲回来的 安君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的 你哥哥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住 安氏集团呢 他哪里会为自己 考虑你死一逃 他考虑的 都是你 我 他们整个安家呀 小峰啊 这么多年 你为我们安家做的够多了 是我太自私 把安家的重担 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今天 我就让你做自己 想认回自己的父母 尽管去 我回来了 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去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去 没事的 爸 我回顾你 你永远都是爸的好儿子 老哥呀 这个小伙子 是个好孩子 我们 就是山沟里的农民 可养不出 这么好的孩子呀 我听说 你们为了找儿子 找了二十年 我想想 要是小峰和小军 要是不在我身边了 哪怕是一天 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 何况你们这是二十年 这是怎么过来的呀 这是我和桂花的心头肉 说丢了就丢了 要说疼 哪能不疼啊 可生恩大 养恩更大呀 要是有人 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和桂花的心里 就踏实了 童小峰 这个小伙子呀 是做大事的人 知道该干啥 不该啥 我和桂花啊 要是有这样的孩子 我们这一辈子 就知足了 老哥 我和桂花今天开始就回家 好好过日子了 我们再也不找孩子了 桂花 咱们回家吧 生恩 跟妈走好吧 一起走吧 桂花 放手吧 干嘛走吧 一起走吧 桂花 一起走 小峰 一起走吧 小峰 小峰 生恩 书西 这个野种亲爹 到底是谁 结果可真是知道 老巫 把结果 放到公平上 潘隽 你疯了 安峰 这个结果出来了 你应该知道 谁是你前天了吧 是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让安氏自脱 董事会产生动荡 那是我安家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稍后 我就会顶替你 成为安氏集团的新总裁 到时候你就会从集团中 给我滚出去 赵玲啊 或许这就是命吧 这些选择都是安君 他自己决定的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等我下去了 再和你做解释吧 到时候 我也能够天天陪着你了 爸 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能看着您和妈的心血 就这么毁了 小枫啊 你别急 安峰他是个什么性格 我心里最清楚 他能做到今天这一波 我早就料到 所以在我来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安排 爸 你 你安排了什么 小峰啊 你花钱 做到今天这个节目 我是知道你的目的 是此魔若妇吗 烦你 小峰啊 我和你哥哥的苦心 你怎么就是不懂呢 原本呢 我们是打算让你 好好学习集团的精英之道 然后呢 再把集团交到你的手里 可是你呢 你却把集团当做儿戏 我决定 从现在开始 暗示集团 和你没有关系了 爸 爸 再给小峰一次机会吧 他会知道错的 小峰啊 你和你弟弟一起长大 他的性格 你会不知道吗 你少在这里装好 安峰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应该都开花了 真的了吗 他改不了了 小峰 他只是太想证明他自己了 我用不着你们 可怜我 安氏集团 我会用自己的办法拿到我手里 我要向你们证明 只要是我看中的 都会拿在我手里 你所谓的拿到手里 就是想把别人辛辛苦苦打造的结果 抢走吗 这算什么本事 要是真有本事 你自己白手起家 建立一个集团看看 爸 你老了 该退休 咱们安氏集团 应该换新的主人 而我 就是安氏集团新的主人 我会让咱们安氏集团 发阳光的 你以为董事会的这些人 他们会逢你吗 爸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你儿子我真正的实力 实话告诉我 就咱们安氏集团的那些董事 早就让我败皮 今天 只要揭穿他安风的真实身份 证明他不是安家人 他们几个就会扶我上位 因为我才是能带他们赚大钱的人 小军 你太糊涂了 他们几个是什么性格你根本就不懂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 是假意扶你上位 我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被他们架空 会彻底失去安氏集团 安氏集团是咱爸妈一生的心血 你不能就这么毁了 小军 经过一句劝 别再做这些傻事了 你少他们忽悠 整个李家村的改造 有了成像 是我们几个一起商量决策 他们一直让我当负责人 怎么可能会有假 爸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小枫啊 没事 只要爸还活一天 董事会这些人 他们就不会有大的动作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还有足够的时间运作 我要把你变成真正的持股者 我要把我所有的股份 都转让给你 让你成为最大的股东 爸 你疯了 我才是你亲生儿子 你怎么可能把钱 都给一个外人呢 现在亲生不亲生的 有什么重要呢 你虽然是我亲生的 可总想着 从我这里把财产抢走 小枫 他不是亲生的儿子 可是 他带我如同亲生父母那样 为了大局啊 他现在连亲生父母 都不能相认 这种痛苦 你知道吗 兄弟啊 今天 我就把你们的儿子 还给你们 老兄啊 今天 我就把你们的儿子 还给你们 你们生了一个好儿子呀 就因为小枫 他太善良了 所以这么多年呢 我都藏着死心 我一直把他当作 我的儿子 我让你们受了 很多的苦 是我 我对不住你 老哥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身体不好 你要说对不起 要是我对不起你 要不是你 我们家小枫 可能早就不知道 落到什么下场了 是你救了我们家小枫 还给我们小枫一个 我们给不了的成长环境 你们善良 也不怪我 但我毕竟做错了事情 所以老天才惩罚我 让我得了这个病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 小枫 也该还给你们了 小枫啊 从今天回去 好好照顾你的父母 我会保证你们的 衣食无忧 老哥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这么多年 我和桂花早就习惯了 身体不好 这是要人照顾的时候 让小枫跟你回去 好好照顾你 把你身体照顾好了 你们想让他回去 不就是想请我的恩事集团 什么 打人了 妈 妈 妈 鬼话 快叫救护车 120吗 有人受伤了 安芳 今天我没打死你 算你走运 如果以后再敢踏进安全 我让你见不到明天太阳 你这个畜生 妈 咱回家了 以后啊 贪风 可就不是咱们安家人了 就该姓李了 你现在只有我一个儿子 以后有我照顾你 一直等你死的那天 爸 我们回家 妈 你想想 鬼话 医生 我妈她怎么样了 患者现在脑部血管有肾血症状 必须立刻准备手术治疗 否则 会有生命危险 这 那要多少钱呢 先准备五十万块费用吧 时间紧迫 快去筹配吧 五十万呢 这需要这么多钱呢 爸 没关系 我有 嗯 嗯 喂 赶快给我准备五十万 我要用 什么 我的资金都被冻结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 我的资金都被冻结了 小枫 出什么事了 安家肯定出事了 我的资金都被冻结了 我爸他 我养父 不可能无缘无故 冻结我的资金的 医生 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四十八小时以内 是最佳的治疗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 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要看患者自己的意志力 哎 哎 医生 哎 妈 妈 我在叫你呢 你能听到吗 桂花 你面咋这么苦啊 自从小枫掉了 你就疯了 现在好不容易把小枫找回来了 你却听不见 他在喊你妈 你快醒过来 快听听 咱们家小枫 在喊你妈呢 你快醒过来啊 爸 你放心 我一定能找到给我妈肯病的钱的 现在我得去一趟安家 我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你快去好好照顾你金山爸爸 人家把你养大 不容易 你妈这儿啊 有我呢 桂花 你快醒过来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竟然敢拦我 安巨少爷说了 任何人不得入内 尤其是你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被我们安家赶出去的野狗吗 亲爱的 你赶紧把他打发了吧 刚才的游戏 我还没玩够呢 放心 他就是被我们赶出去的一条狗 打发得很快 抱歉咱爸 你跟安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赶紧给我滚 我再给你强调一点 那是我 爸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老爷子现在身体欠佳 在屋里休息 你可以滚了 我看你是把我爸软禁了吧 哎 哎 这话 你可不能乱说 饭可以乱吃 话是不能乱说的 我可以搞你诽谤啊 嗯 我爸就在房间里休息 他身体好着呢 不用你担心 我爸是好是坏 你让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大夫 你这次来 你非得要见吧 应该是来 要钱的吧 我的资金是你冻结的吧 那些钱是我在安氏集团工作赚的 你没有资格冻结 嗯 赵宝贝 嗯 你告诉我 我有没有资格冻结 现在安君少爷 已经是安氏集团的董事长了 只要他想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哈哈哈哈 你的钱 也是我们安家的钱 凭什么给 你打伤了我妈 我现在急需钱手术治疗 哈哈哈哈 我果然是穷天风发养的孩子 真是目的暴露了吧 不还是没有钱吗 哈哈哈哈 只要 但求人 得有求人的态度吧 啊 跪下 把我这个鞋 给我舔干净 我就救你嘛 怎么样 嗯 看来 他是不想救他妈了 如果你想救 就安安稳稳地给我跪下来 把我的鞋给我舔干净 就像当初 你跪下来舔我爸一样 你怎么舔他 你就怎么舔我 哈哈 否则 你那个疯妈 可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你打了我妈 我是可以告你的 告我 随便告 去 随便告 安风 你可真把你自己当成安室集团总裁吗 你现在 就是一条无权无势的狗 你随便去告 看我怎么玩死你 现在 只有我能救得了你妈 如果说你不想救 我也能让你爸你妈 死得一个比一个惨 我从小把你当亲生弟弟一样看待 嗯 嗯 真没想到 有一天你会这么对我 跟我打亲情 可惜啊 我这个人没什么亲情可言的 哈哈哈哈 我从小就讨厌 终于把你赶出去了 哎呦 现在这个家没有狗家了 突然好安静 心情都舒畅了呢 好危险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宝贝 现在那条狗没了 等那个老不死的也死了 这个房子就彻底安静了 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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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俊 你再敢瞎说 不如我爸一句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韩俊 你看他打我 你管不管啊 滚滚滚滚 来人 我们私里的 谁打的月粉 我给他开一年房子 住手 我 我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爸 你怎么出来了 你现在是个病人 应该在房间里好好休息 还有你 我跟你说过多少 不要踏出那个房间 竟然敢违逆我 现在给我收拾东西 高官 你别走 阿俊 几多现在 已经是你的了 我的身体 就快要走到尽头 你好比再为难其他人 哎 爸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这也是为了您好啊 他照顾不好你 我肯定要对他做出惩罚的 就好好地安享晚年吧 啊 爸 您怎么脱险越来越严重了 没事 小冯 这张卡 你拿着 明马是你生日 给你妈妈看病 拿去 爸 现在安家的钱 由我来整 没有你 我已经给过你几乎 是你自己不中用 看来 这个钱你也用不上 还是等他好戏的 嘿嘿 嗯 嗯 嗯 小冯 快回来吧 村里的人心事问罪了 他们要你赔上李家村 改造的钱 后面就让你妈活不成 这就是你说的好戏 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对不对 哎呦 你太小看了 李家村那些人对你的恨了 我只需要告诉他们 是因为你的原因 安氏集团 才不投资李家村的改建 他们 不得变成像疯狗一样 活剥了你啊 哈哈哈哈 小冯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 跟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安氏集团的一切 我说了算 现在赶紧把他推回去 再敢让他踏出那个房间半步 为你示范 安隽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爸 我怎么对他 不用你来救 再说了 我怎么对 跟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比起 我对他 已经够善良 你还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就不怕 你亲爹亲猫 为李家村那帮人 我吞了 当然 你也可以来救他 我随时欢迎 只不过 时间也限 我倒得看看 你是管你的亲爹亲妈 还是管你这个丫子 小冯啊 可去救你牺牲父母 我这没事 放心吧 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快去吧 送我回去 安峰 安峰 现在整个安氏集团 我说了算 你以前不跪着舔我爹吗 现在 看你还管不管他 手机我用一下 赵律师吗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宏伟 说到底 你还是我弟弟啊 今天 怎么能这样 对你哥哥和你嫂子 你还当我弟弟啊 你还用脸说 要拆先 我就发财了 现在好了 你那个贾总裁儿子 特地把这事找黄了 就是 要不是你们家 我们李家村的改建计划 能黄吗 就是 有人要来改建 你们家拖着不拆房 说要找儿子 现在倒好 找儿子 把人找的都给气跑了 你们家真是伤天害理 现在 你不是找到你总裁儿子了吗 把我们的补偿钱 补上吗 补上啊 你们怎么承包我都可以 打我 骂我 要我的命都可以 但是 你们不能为难桂花和小枫 你们抽着我来 要不 我们先走吧 让他们带桂花去看病 确实可怜 就你可怜他 这有什么可怜了啊 这有什么可怜 把钱都骗走了 还可怜他 就你好心是吧 你们家有钱呗 你们家又真有钱 帮他们李家 给我们李家村 出补偿款啊 就是 这个傻子都这样了 还知啥匹马 不要费钱 桂花 都是我没能耐 你跟了我 从来没想到福 还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是没了 我李金山下辈子 还砸活呀 你小空穷 狗皮啊 你儿子给安家当了这么多年的狗 肯定探了不少钱 你赶紧拿出来 赔偿给大家 不要等着老子 把你家翻个字给人掉 我要真有钱 还能不给桂花治病吗 我真的 一分钱都没有了 要不 你们把房子拿去 别再来了 你说什么 你想什么没事的 你这破房子 值几个钱呢 人本安是集团 要感谢李家村 才能给你点付钱 现在你这破房子 给我 我都不要 诶 红伟 你看他们这副 死住不怕开水汤的样子 我看呢 不拿出点手段来 他们是不会把钱吐出来的 有道理 让吧 把李家的家把鞭拿来 我今天要是不从他身上 抽出这钱来 我就不敬礼 我离金山 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这么对我 做错什么 李家村 有人投资改造 这么好的事情 被你家人给毁了 这根本就是 违逆祖宗的事情 大家伙说对不对 对 就是 你看你看 全村人都说你有罪 我给你当弟弟 我都觉得丢脸 既然大家好都同意 你就必然要受到惩罚 只要你把钱交出来 我这个当弟弟的 可以帮你说说情 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找儿子 二十年了 我在外面 都是靠着卖月兵维持生活 我真的没有钱给你们 你少 我有我们了 你儿子在安家那么多年 能一分钱都没有 骗谁呢 现在连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都跑了 要是我呀 我也跑 跟这么个穷鬼爹过日子 有什么好日子 安家都好 吃香的喝辣子 对啊 这不现在就后悔了 丢下这么一堆烂摊子呀 好大眼都没有了 不过呀 话说回来 咽过拔毛 我不信你们两口子 一分钱都没找你们家小枫药 平安家的身份 给的数不会少的 正好拿了呀 当我们李家村的补偿款了 我们家真的没有钱赔偿给你们了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你就跟我手里的鞭子说话吧 我 住手 谁啊 小枫 凭什么打我爸 小枫 凭什么打我爸 又来了 被安家当狗一样抛弃 现在掀着脸回来认罢了 我在问你 你凭什么打我爸 凭什么 李家村改造 这种造福全村人的事情 被你爸一个人搞砸了 我给了他两个钱 就是你这么打不打 一是赔偿全村改造的钱 可他赔不起呀 我只能用李家的假法片 来惩罚他 一批明分的 全村的改造 是一个人赔得起的吗 你这样 分明就是在写私分 是 他一个人赔不起 倒是他一个人能搅黄啊 全村因为他一个人 都赚不到钱 你说怎么办 你倒是给个办法呀 改造李家村 是安氏集团的决定 现在我决定涉资 那是集团改变了内部的策略 内部调整 行了 你也该醒醒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安氏集团的总裁了 你只不过是这个穷鬼的儿子 收在我面前装酸 我得到的消息 就是因为你和你爸 安氏集团才不投资李家村的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你不是给安氏集团赞了养子吗 你让集团给我们重新投资 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对对对 就是 什么样子 人家安家根本就不把他当回事 只不过把他当成一条狗罢了 这不现在跟安家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你要是今天没钱 李金山这个家法是躲不过的 不然 这全村人也不同意啊 对不对 就是 你不 对呀 没空 就是 好 既然如此 这家法我扛了 他不行 不能打我吧 小鹏 要打 就打我 爸 儿子已经回来了 我不能再让您和妈受苦了 小鹏 都怪我没本事 没有照顾好你 没有照顾好你妈 现在 又怎么能让你替我受罚呢 这事 和你没关系 爸 这么些年 我没有在您和妈的身边照顾你们 让你们受尽了委屈 吃尽了苦 找了我二十年 你们风餐露宿 提心吊胆 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当父母的 哪个不是为了儿女活呀 要是儿女不在身边 哪个父母能过得好啊 好在你现在回来了 我 和你妈的亲 就算放下了 就算丢了我这场劳命 那也值得了 说到底 这件事情是由我而起 我没有想到 案子会这么的寒暴 她既然这样了 就没有想过让我好受 爸 妈因为我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了 我不能再因为我 让您为我承受家法 我心里过意不惧 这件事情是由我而起 就让我担心 行了 你俩别摸摸唧唧的 我手里的鞭子可没空到你俩 这鞭子我救爸扛了 你倒是瞅瞅看 你想抽我多少鞭子啊 嘿嘿 我也不欺负你 多少鞭子 村民说了算 这狗砸了李家村的投资 可是砸了咱们全村人的饭碗 我看呢 一人抽他一鞭子 不过分吧 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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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村一共一千多人 打个招 就算五百鞭子 这五百个 抽他 打他 打他 好 那只五百鞭子 执行家法 不要啊 这五百鞭子 你真的要打死他吗 他们这边 你个老不死的 搞大全村饭碗 这么大的事 你以为抽你两鞭子 就当开玩笑了 还是那句话 不享受皮肉之苦 你就掏钱啊 要不然呢 你就让你刚得的这儿子 再去安家跪铁一圈 没准还能赶来点钱呢 对呀 就是 你让你儿子 去安家求求他们 也能给李家村 拿来投资 就是 也能给你媳妇 治病呢 你们呀 快拉倒吧 他一个安家的弃子 人家凭什么 惯着他呀 这不 让安家给赶回来了 不过呀 要是真苦了 咱们李金山大哥了 因为抱上了个大腿 结果梦碎了 行了 别在话 跪下 我为什么要跪 承接家法 就是要上跪武奏 驾跪村民 我就算是跪 不会跪你们 李家家法 把你自大交 不可一世 打得好 打得好 安方 多年未曾身身回处 安方领发 李家家法 把你齐李梦祖 过弄玄虚 安方 多年未尽孝道 安方领发 李家家法 把你损村民前程 毁宗族发展 我 是 安方 先父母 安方领发 贵话 他们真是要打死 咱们家消费 我到底造了什么 你 老天要这么惩罚我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 就惩罚我好了 这跟我们家 小风 没有关系 多求求求你 别再打了 再打会出人命的 你 去你妈 再多拽 我连你一起冲 正好 给你儿子母的五把鞭子 一会儿给你招呼上 我还能看 大人演什么好戏呢 我有没有错过什么呀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大人是过来看好戏来了 鞭子 来得正好 好戏啊 才刚开始 我们正在处罚这个李家村的逆死 这多疼啊 他给李家村犯下这么大的错 不中华 说不过去呀 那倒是 如果没有他从中做梗 那安市集团的钱 早就打给李家村了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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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饶不了他 咱爸的身体一片不为天 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怎么 还想给我们安家当狗呢 你这不是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了吗 还惦记别人的父母 真是狗改不了吃 就 都找到亲爹亲妈了 还不安分 老文 都继续往死了打 这五百鞭子 今天 一鞭子也不能耍 打死他 打死他 干爹 安居少爷 你们就看好吧 我今天 非要教学教学这个畜生 安居少爷 我求求你了 看在你俩 也算是秀气的份上 你就让他们放过他吧 五百鞭子 那是会死人的呀 我给过他机会 他不喜欢柜子 填我慢点吗 哎 那就让他 把我的鞋 给我舔干净 我自然会出手帮你 李芳 来吧 收起你那副恶心人的嘴脸 我这辈子都不会做那种事情了 好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不把握 那接下来做的所有的事情 那就别怪我了 我就知道 你这次来没坏好 别自以为是了 从小到大 你抢了我那么多的好东西 你很想让我带着好意了 你这是直接妄想 我从来没有夺走你任何东西 你总觉得我和爸在针对你 可是我和咱爸 都希望你能走上正途 你少在我面前说些漂亮话 我只想给我自己看到的 小军 你从出生就没离开过咱爸身边 作为一个从小就没在亲爸身边长大的孩子 我能看得出来 咱爸对你充满爱 他之所以对你严格要求 那是因为 他想让你变得更好 他为什么不用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我呀 他为什么从来就不要跟对待你 安静 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 我也希望咱爸能对我严格一点 那说明他对我充满期待 现在说起来都没有任何意 我告诉你 今天 我出生了几句里的 我还想吓人 解决我 没错 只有解决你断了八个面相 我才能安心地进成二世集团 你的意思是 作为二世集团的董事者 我让一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应该不困难吧 韩隽 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不都是你逼的 从小咱们在一起长大 你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你以为这个加法五百遍 是谁安排的 就冰堂车里这几个人 有那个胆量吗 还愣着干什么 不过把你们李家村的逆子给我打费 这个投资 我没打费 您就到这看好戏吧 安静少爷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下我们家小峰吧 方 都怪你这个没用的爹 要不是因为你 在他小的时候看不住 他怎么会到我们安家 看来的最后抢走了我的一切 要不知一切都是我的 怎么怪你个废物爹 我们不要你安家的东西了 你可以伤害我们家小峰 完了 我爹 他已经给我撕破两屁 他现在就让李峰来接替我的位置 况且 我给过他机会 我求求你了 我爹的铁 求你放过我们家小峰 我求求你了 爸 安静他已经酸了 别求他 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了 我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 自以为掌控了一切 从小到大你都是 多了我所有的光彩 让爸那么偏选 但是现在 我要让你知道掌控一切的是谁 只有我安静 安静 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简直上不了台面 少他们在这儿装 你现在连个屁都不算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安静少爷 就是 现在能救我们李家村子 只有安静少爷 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呀 我看呢 你还是乖乖把安静少爷的鞋舔干净 好好做条狗 没准还能留条狗命呢 这穷啊 还真得认命 整天的一山望着一山高 老想着攀高筋 说到底 你也是穷人家出来 跟人家有钱人 没法比 行了 你们别说了 还现实情不够乱吗 闭嘴吧你 事乱到你头上了吗 你老老实实看着得了 行了 别对话 赶紧给我使用家法 等等 我可以接受家法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接受家法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还有要求你啊 你有要求 说来听听 等我接受完全部的家法 你给我二手 说来说去 他还是想要钱啊 命都快要没了 还想着钱呢 不得不承认 我都没有李家人这股劲 啥时候都忘不了钱啊 哎呦 要是没有这股劲儿 他能在安家当狗吗 最后还会上了个总裁当当的 哎 看来 离开我安家的日子 不好过吧 怪不得呀 你一直想累赏我们安家 连你自己的先生父母 你都不认啊 哈哈哈哈 你们都别笑 你们以为我们家小枫 要这个钱 是为了他自己吗 他 是为了他妈 这二十万 是给他妈做手术的钱 咱们村里的人 要是能帮帮忙 我们家小枫 也不知你走这一步啊 是 咋 你们家的事还怪到我们身上来了 别说我没钱 我就是有钱也不能借 我还能指望你们家还呢 小废话 我今天必须得救我吗 安正 你就给句痛快话 这钱你给还是不给 现在看你这个下贱的样子 老子好爽啊 哈哈哈哈 安风 没有我爸给你做后盾 你什么都不是 你以为安家给我的只是金钱吗 以安家对我的培养 我今天根本用不着求你 如果不是你把我妈打成那个样子 我用得着在这第三下四的求你吗 哦 如果说你不耍花呀 这个钱 我给了 妈 妈 是儿子不孝 这辈子可能无法伺候你们二老了 等你拿到钱之后 一定把妈的病给看好 小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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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爸来灵家爸爸 我这一把年纪了 没有了 爸 做人的就是希望父母安康 一生顺服 你能见半辈子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 也该好好的味道 可是只有你在我们身边 这日子才好过呀 不要打我们家小废 还是让我来接受家法吧 爸 你也听见了 他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所以 今天这五百鞭子 我必须扛住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我王家小废吧 难道你们就这样 还真正能看得出人病吧 今天谁来了都不好使 住手 谁啊 赵律师 你怎么来了 赵律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是来宣读你父亲遗嘱的 遗嘱 难道我爸他 安老爷子确实病情加重 现在已经送到了医院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经过医生的诊断 他的生命所剩无几了 所以他让我来临时修改遗嘱 而且他也知道 这里发生的事情 便让我紧快干 让遗嘱提前生效 我要去看我爸 按照安老爷子的要求 有些事情必须在这里处理妥善 所以你伤恩勿造 那就快点处理吧 现在我就宣读遗嘱 根据遗嘱 安老爷子已经将 安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转给了安丰 什么可能 谁说了 有我爸的股份 他有什么权利 安老爷子已经用全部身家 购买了一部分股份 目前他以绝对高的股份认购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什么 他把所有钱都给他 我才是他亲生儿子 我才有顺便继承权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宣读的 安老爷子已经剥夺了你的继承权 换句话说 他已经和你断绝了父子关系 我是他亲生儿子 他把所有的钱 拿来保他这个李峰 他还当公司集团的董事长 这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 从我刚才提到遗嘱的时候 你有过一秒钟担心你不行吗 反而是安丰 你一直在担心安老爷子 你空有一个血脉关系 却忘记了亲情 他不训安 我才是 我是他亲生儿子 不对 拿上回公司 二朝爷 二朝爷 快走快走 我现在该去看我爸了吧 可以 我送你过去 您这是 安老爷子给你母亲安排了最好的医院 咱们走吧 走吧 走吧 爸 傻孩子 你爸在这儿呢 老哥 他是我儿子 也是你儿子 叫爸 是应该的 爸 为什么你宁可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也不把这段交给我 爸 爸 为什么你宁可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也不把这段交给我 把他带出去 我现在不想看见他 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说 爸现在身体不舒服 你算什么东西 我现在又不会清楚 难道能死落什么吗 给我滚开 爸 今天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为什么把极端交给个外人 外人 他比你啊 更像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也不用 怨你哥 我只不过是 把我和你妈最重要的东西 交给一个 最懂的 保护他的人的手里 那你怎么就不知道 我能保护他呢 告诉他 但你跟董事们约定 要赶早安风的同事 就有两个董事已经开始 策划 争夺安氏集团 就是因为你 才让他们有了可乘这件 要不是老爷子提前付责 和另一个董事友合作者 安氏集团都已经一主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们都退职我 来当董事长 都这么大了 还成天的吃醋争仇 争强豪胜 我要你这么个儿子 有什么用啊 不对 不对 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你们传统好 一起来骗我的 你以为 我还会给你第二次 伤人的喜悔吗 你伤害了小风的亲生母亲 可是到现在 都不知道悔改 那是他自己没用 连他的亲妈都保护不了 从小到大 我对你的教育最大的失败 就是对你要求严格 却从来没有让你 执念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也该让你不上这课了 爸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让赵律师 把你告上法庭 你应该为你自己做的一切 承担责任 爸 我做什么了 你够什么 你恶意窜夺集团 恶意伤人 你还煽动他人 动用私刑 我还需要说得更清楚吗 爸 你竟然把你自己 亲生儿子 告上法庭 我是为了 让你变得好起来 爸 要不还是算了吧 再给小军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是不在了 能控制他的 只能法律 把他带走吧 放开我 爸 放开我 爸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改过自新 你原谅我吧 小军啊 爸一直忙于集团的工作 从小属于对你的管教 你别怪爸 你放心 我已经和赵律师 另外拟好了一份遗住 等你出来以后 可以去找他 把这笔钱领到手 你可以用这笔钱 白手起家 创业生活 爸 我不想进监狱 小军 我死了以后啊 小枫就是你在这个世上的 唯一亲人 你出来以后 有什么困难 可以找他帮忙 但前提是啊 他能够原谅你 如果他不原谅你 你就多想一想 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不过 你不要怨恨他 张律师 把他带走吧 唉 我知道 你怨我 恨我 等我下去之后 你再好好骂我吧 爸 您放心 当小军出来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你不会看着小军他受苦 不管他 不过 可是爸也不希望 你太委屈自己了 该教育的人 就教育 医生 快叫医生 患者身体 现在已经超负荷 生命 可能随时就 有啥话赶紧说 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小军啊 你难过 爸没事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最清楚 我都知道 兄弟 我对不起你啊 虽然小军 不是我从你家里偷走的 可是我一直把他当作亲生儿子 藏在自己的身边 没有还给你 是我害的你们 找了他二十多年 也救心了二十年 你看 这人哪 不能做坏事 做了坏事 老天就要惩罚 让我得了这个病 你就原谅我了吧 哎呀老哥 你可别这么说呀 自从知道 你对小枫这么好 我就没怪过你 得感谢 你把小枫啊 从人犯手里救出来 不然小枫啊 就生死难料了 爸 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我一定要把你救好 来不及了 小枫 爸这辈子 哪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就志足了 我能够把我和你妈 这一辈子经营的 爱事集团 交到你的手里 我就放心了 爸爸这辈子 最大的心愿 就是回馈社会 回馈李家村 小枫啊 答应爸爸 一定要把李家村 发展起来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完成 你的心愿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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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啊 你也别难过了 这人呢 倒有没的那一天 以后逢年过节 我跟你妈 陪你一起去 给你金山爸爸扫墓 爸 你说 我是不是那里做错了 让您 还有我妈 找了我二十年 我妈才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爸 我觉得 是我害死了 我金山爸爸 你金山爸爸 这么疼你 爱你 就说明 你一定没做错事 哎呀 说到底呀 都是我和你妈 当初没有看好你 怪我呀 医生啊 患者手术很成功 但是目前就是 始终没有苏醒的表现 接下来 他能不能醒过来 就要看他自己的意识 贵华 贵华 你早不行呢 小枫 就在你旁边了 你不是念叨他 二十年了吗 妈 我就坐在您的床边 您为什么就是不回应我呢 妈 你是不要我了吗 你快醒过来 小枫 小枫 医生说 要是弄不好的话 你妈要是 快来怎么办呢 爸 我相信 妈总有一天会醒完的 好 好孩子 爸 妈的手好像咚了一下 鬼花 妈 你醒一醒啊 鬼花 你能听到我喊你吗 你快醒过来 你快醒过来 妈 我是小枫啊 鬼花 醒了 金山哥 我这是在哪儿 我好想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似的 鬼花 你能认出我了 看你说的 咱俩 不是都过了快一辈子了 小枫 我都回来了 妈 你能认出我 刚才 在梦里 梦到一对 老夫妻 她说 她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让我感激心 她还给我吃了吃 我就看着 我 我在想 我们家小枫 她就成这么大了呢 我想不让爱点心 小生活 是妈不懂事 让你 被人给偷跑了 妈追不上 妈 妈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 就是把你给烫了 是妈笨手笨脚的 你要是不被烫 妈就不会 既无取样 就不会丢了 妈 妈 妈 这二十年 你们受尽了委屈 吃尽了苦 接下来 儿子一定好好孝顺你们 你们的小枫 回来了 哎呀 到最后啊 这幅画 也没保住啊 孩子改变李家村 那是正经事 花钱给你翻修房子 你还抱怨 哎呀 我这不是舍不得 这是小缝画的画吗 害怕 你看 我把什么给拿来了 哎 这不就是 这幅画吗 这哪来的 我锦山八家拍卖 就提前 把这幅画给拿回来了 这 哎 这咋多了一个人呢 是小军 我小时候画这幅画的时候呢 小军就问我 这画上 怎么没有他呀 所以呢 我就把它给加上了 其实小军这孩子的本质啊 还是不坏的 小军小的时候 确实是个好孩子 当他出来了 就寄到咱们家来 以后啊 就是咱们家人了 我就当 多了一个儿子 你想的可真美 人家啊 还真未必能看得上你 宝宝 饿了吧 妈给你做饭去 妈 我想吃蛋花糖水 妈给你做去 金山大哥 金山大哥 你打击成这样啊 到底出啥事了 这不村长选举大会 要开始了吗 我看你和嫂子还没去 就来叫你们了 哎呀 你吓死我了 哎呦 我们就不去了 选谁啊 我们都没意见 自从村长和你弟弟 李宏伟被抓起来 大家都可高兴了 村民们都推荐你当村长 这个我可不能当啊 第一 我不会当 第二 我儿子呀 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我得要避嫌呢 走吧 不管选谁 村子人都得去 桂花 阿风 那咱们就去凑凑热闹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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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